今天大新闻和大家一起分享新闻 我是纪硕铭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三个新闻 一个是养府红楼 最近又变成一个新闻 我们看看后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暴 第二个是中国经济未来五年最困难 那么最近刚刚是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在研讨未来的经济发展 有学者讲未来中国的五年经济是最困难 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 第三个习近平不在乎 美国外交抵制冬奥 胡锦涛当年是如何化解危机的 那么这个当年化解危机 我确实也有间接的参与 到时候跟大家一起做一些分享 那么最近的这个养府区的这个小红楼 好像又日起来了 这个在19年被破案 去年被判决的这个一个 涉及到腐败的一个大案 那么跟当年的远 那个赖昌星的远华 有那么一点相似 那么后面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已经判决了一年多的话题 现在又拿出来了 那么这个是大陆最近的微博 它的这个热搜榜和话题榜 删除了上海小红楼案的相关话题 遭到了社会反弹 那么有网友就质疑 这个案子一案两判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就是指遭到了性侵的那些被骗的女性 为什么也重判 这个贴纸贴出来以后呢 被马上就删除 眼尖的网友都看到了 所以网上又掀起了一股热议 讲到那个红楼呢 我们会想到厦门远华案 这个赖昌星的他的一个小红楼 远华集团的总部 在厦门他有一栋七层小楼 那么因为他的外墙是红色的 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红楼 在红楼进进出出的人 大多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领导干部 那一段时期到远华 远华上红楼 就成为一种当地干部的荣耀 和一种身份的象征 那是1996年来 删新投资了上亿元的资金 新建了一个红楼 外表看起来有点土里土气 一共是七层楼 但是里边富丽堂皇 那么一楼是接待大厅 二楼是餐厅 招待他的客人 三楼是桑拿月室 酒足饭饱以后 客人可以到这里来放松放松 赖长新还从各地精心务实了 几十名的年轻貌美的小姐 在这里提供服务 四楼是歌舞厅 有几个KTV的包房 供客人信歌起舞 尽情欢愉 五楼是客房 在下面按摩了 商量了信歌起舞以后 遗幼未尽的客人 可以在这里张修考舰 考究的客房当中 享受进一步的服务 六楼是个总统套房 张修的更加华丽 这是赖长新来接待那些 更为重要的一些官员 七楼是他的这个办公室 很多权钱交易都在这里完成了 所以在一楼到七楼 你会享受到人生 在红楼的一条楼这个服务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 很多干部就是 倒在了这个红楼当中 他有厦门海关的纪检组长 有这个厦门海关的原副官长 有厦门市的副市长 还有这个厦门的这个 那个那个 市委副书记等等 那么包括这个 还有这个福建省的公安厅 原副厅长 都倒在了这个红楼 那个厦门市原副市长 赵克明 他就说 他指这个赖长新 他用女人来跟我进行沟通 我是胜圈难缺了 那个再回到上海 上海在杨卜区 同样有一栋小红楼 他跟远华的小红楼 有过字而无不及 主犯赵富强 2000年到上海来谋生 他从经营裁缝店开始 还开了两件法型屋 就招来了很多女性 长期卖淫来起家的 那么到2014年 赵富强租下了当地区政府旁边的一栋大楼 也正是这起案件的这个关键起点 那么叫做上海小红楼 他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 实际上他在这里囚禁了数十名女性 约捕他们卖淫 这个卖淫实际上是为中国各路政府官员 被邀请在这里提供性回落 那么这一栋楼里边也是 吃喝嫖赌什么都有 那么20年间 这个赵富强垄断了上海 黄埔区一百多间店铺 获利将近十亿人民币 那么到了1919年的八月 他被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强奸组织卖淫等罪 被判处死缓 那么这个判处死缓当然罪有应得 甚至网络上说他应该是判死 因为他的手段极其恶劣 那些女孩子被他折磨得生不如死 那么据报2019年上半年 也就是两年多前 中央的除恶打黑巡视独刀组 在上海起获了这一期高级会所小红楼的 内部监控录像视频 那么不仅像赵富强 他是做了这么恶劣的腐败官员的 这么一个恶性事件 然后他又把这个录像全部用视频拍下来 那么第一个视频内容是极其腐败 淫乱下流不堪入目 据说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调域审开了 内部监控录像以后都被震惊到了 那么就是这个案件已经也被判了 那么12月3号在知户问答平台上的 上海红楼案一案两判未打班 这样一个话题就遭到了删除 那么因为他的删除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有网友就质疑判案的公正性 一个被捡了 他说当里边有一个女性被捡了书栏管 不能怀应的 被迫成为赵富强 就这个主犯的帮凶 参与了组织 陪迟 被判了14年6个月 超过了几个官员的总刑企 相反那些充当保护伞的官员 不是免于起诉 就是量刑起情 那个觉得非常不公平 那么这个判案呢 实际上是2020年 就去年的8月17号到21号 上海市爱中院对检察院 这个指控的赵富强等38名被告人 进行这个判决的 那么他是采用了不公开 那个开庭的审理方式 那么这个案件呢 也引发了上海市洋浦区政法系统的大地震 整个洋浦区的政法系统全部烂透了 它涉及到洋浦区委员常委 政法委员书记 还牵执到洋浦区法院 原来的院长还牵扯到洋浦区多名国企工作人员 派出所警察工商所人员也判刑 从一年六个月到十年六个月不等 最高刑期是判到17年 那么包括这个上海市公安局的洋浦分局员 原来的这个检察院的原公安局的副局长也落马被调查 那么甚至于还有检察院的科长自杀等等 就是公检法都有涉案 那么这个小红楼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 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官黑勾结发展起来的 那么这个当中也有小红楼曾有的女性多处逃出来 报案都没有成功被赵富强摆平 那也有警察说你搞不过他的 用赵富强的话来说他什么都可以搞定 我有网友说很讽刺的是 这个小红楼到上海是妇女协会到区政府 分别几分钟的步行路 但是就是逃不过这些黑帮的魔杂 就是在这么一个黑暗的故事 就是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来展开的 那么最近小红楼上海小红楼的主审法官 去年八月份的主审法官也落马了 上海市纪委监委网站11月1号公布 上海市中江区法院的院长 党组书记被调查 但没有提供细节 那么就是这些是不是就引发了 现在又一轮的对小红楼的关注 那么也有这个海外的媒体 在曝光此案 那么提到这个案件其实远远没有完 他还涉及到同样为江苏籍的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的某些主要领导 以及早年曾在杨虎区任职的县人上海高官 有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市府常务副市长陈颖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机关 党委党工委书记 这个朱格 余杰 市府副市长 钟明 以及市府副秘书长 金星明等领导 他们早先都是从杨虎区出来的 那么这些报道 有所认为这些才是后面的保护伞 是后面这个黑幕的黑手 那么这个是把幕后之手的这个矛头 是对整了这样一批从曾经从黄埔局出来的干部 觉得他们有可能是漏王子 当然我认为事情还远非那么简单 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 进入了爱斯大倒计时 那么人事安排是推上了意识认识 我相信有心人是瞄准的更高层的官员 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把矛头对整了 那个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因为这些事 这些查处都是在他论内发生的 那么那个在他论内发生的 却没有查测题 而且这个最近还有一种 被网上不断翻出来吵的 就是上海市前检察长陈旭 那个说他还涉及人命 那么陈旭已经被判刑了 又翻出来 意思就是说要继续查 那么背后应该还有更大的黑幕 所以背后可能有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有句古话就说了 叫做那个事出突然必有妖 突然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事件 那么后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而且最近网上又出了一个 下一届二十大的人事安排 这个一个出稿 那么竟然下一届常委 大热门的中共领导人的名单当中 没有这个上海市委的 这个现在的这个李强 那么你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情 都综合起来看 是不是有心人在做这样的一种布局呢 我只是提供一个疑点 供大家参考 第二个中国经济 我们上一次也讲到 中国经济在走向一个下行线 那么有学者说 中国经济未来五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困难的 这个会经历这样的一个五年 那么最近我们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这个政治局会议 主要就是分析研究 2022年经济工作 那么传递继续开辟 经济发展新局的一个重要信号 那么新华社做了报道 那么他说 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 是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议要求是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坚持以攻击次机构改革为主线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着力稳定这个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进行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那么这个政治局每半年会研究一次 中国经济上半年呢 是在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12%的背景下召开的 那么这个是继续领刨 领刨全球的这个情况下 但是下半年呢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 回落 那我们也知道 那个那个前一个季度 增速从百分之七点几 回落到百分之五点几 后来又到百分之四点九 对吧 被认为国内外的这个风险挑战 在增多 那么这个是在疫情形势复杂 经济转型升级中的结构性矛盾 凸显下召开了这一次会议 不过这个会议是总结了 这一年经济的成绩 指中国呢 经济仍然保持在全球领先地位 那个所以它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么会议呢 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指出了实践的方向 那就是基本上要做到 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这个总基调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那就是稳住 才是一个明年的大战略 不大起大落 那个 所以这个在这一次的会议过程当中呢 海外关心的是中国房地产 因为中国房地产业呢 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火车头 但是最近那个房地产不景气 内外在那个加急 整个行业很惨 我们也知道这个 以这个中国最大的房地产龙头企业 恒大为标志的这个房地产债务 波及到很多这个房地产企业 恒大最近也躺平了 那原来一直在积极还债 那最近他说2.3亿的美元债 他的是单宝的美元债 他还不出 那个最后政府要挤住出来 和他协商 要协助他来进行资产重组 同时也要说明 这不是一个 恒大只是一个个案 那么据统计 在过去的会议当中 政治局会议当中是 四次提到了那个住房 房子是住的 不是炒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定位 五次会议四次提到 但这一次就没有提到 相关的这个字眼 还是提到要推进 保障住房建设 支持商品市场 更好的满足 购房子的合理住房要求 那个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 和良性循环 那么这就被海外的媒体质疑 是不是原来 讲这个住房不炒 这样那种定位 要转移方向了呢 对吧 但是分析师认为 未来房地产调控政策 有可能是进一步应该放松 但是政府的房地产调控立场 并没有转变 那么整个会议也让大家觉得 中国的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 可能会放缓到增长8% 那么制造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 会有所提高 而考虑到全球疫情 能在持续 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长 大概是在5.3%左右 就能够达到5.3% 那就基本上达到这个中央提出的 稳增长的未来目标 但是大家关心的是 最近全国政协常委 清华大学的中国思想与 这个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奎 他提到了未来5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 可能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那这个提法 这个观点李道奎呢 是在这个多个论坛 他都提到了 就是中国经济未来 乐该年并性发展 可能是相对比较困难 从5年整体来看 是改革开放过去40多年以来 可能最困难的时期 这个困难时期 不是一年两年 要持续5年 李道奎分享 就中国国内的经济不太乐观 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内需不足 他是以这个今年刚刚过去的 30亿这个消费情况来看的 现在的这个消费增长速度 已经降之20%以下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工资的上涨没有跟上 百姓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跟GDP基本上是同步的 并没有超出多少 那么消费不足 是因为收入没有增长 不仅收入没有增长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浙江省在四点 公务员的工资要下调 那那个 那一般都是下调20% 那有的大概是 那个少了 一年要少了三五万 那么有些公务员在网上 这个 在这个 抱怨 那么结果网民一算 他的这个工资 每年要有几十万 远远大于当地的一般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收入 那么那个 这个是不是又是浙江的一种四点 就走共同富裕 浙江是四点 他也在四点 公务员的工资太高 要下降 那么另外一个是 企业界的盲览 李朝辉说 找不到投资方向 那个他认为很多产业 现在国家限制 那当然也应该限制 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大 那他百分之百 都是支持国家的政策 但是大家总得找一个新方向 那地产现在下行 那么带来一系列的观望 投资者的观望 消费者的观望 买房子的人观望 那么这样令到 这个地方财政就更困难 那主要的问题 还就是消费启动不了 那么李道奎呢 他是清华别业 哈佛的博士 那他最早呢 从美国回来 现在香港科技大学 这个中国研究中心 那个任教 他是一个学术 很严谨的一个学者 在香港的时候呢 我也这个访问过他几次 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学者 那么过去呢 他评论中国经济 更多是正面积极 很少讲困难 那么这次开口 说负面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 在海外被看作是中国政府的 御用学者 是国师 那么讲这个中国的经济困难 那么引来了很多彩测 有的说 中国借用国师 来预告要过苦日子 那割韭菜 那就要心理准备了 那个 那个大家都 讲的很多 认为这个 是一个非常 不寻常的一个信号 那么事实上 上周吧 我们讲到中国经济 也讲到这个 总理李克强 上个月 11月 三次讲到中国经济 进入了一个下行趋势 就总理看到了 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 那么 以第三季度的数据来说 确实是负面阴影 开始出现 那个第三季度 它的GDP增长 只有4.9% 就看到它 那个一个季度 一个季度 从7.9% 5.9% 到4.9% 在向外走 那么 所以这个 李当辉说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 最困难的时期 将面对什么呢 债务危机 产业链币 转移 摔退 三大挑战 由此角度看 当局进来 打击 普及 网游 房地产等行业 正可是位 有先见的致民 勒紧裤头 准备熬过苦日子 这是这个 那个 李道奎 最近讲的 其实上个礼拜 我们也讲到 中国这个苦日子 主要有一个现象 就是它的迟障 它的这个通货膨胀 在上来 但它的GDP在下去 那么这个磁壤 一旦 产生 可能就会 维持一段时期 那么这个 就是一个 那个苦日子的 一个 一个很大的 一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 我们想来分析的 分享的 就是美国外交底